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ora的面试怎么样? Comment se passer l'entretien de Lora? L'entretien 面试 se passer这里面用的是se passer发生的复合过去时 那么你可以怎样回答呢? 比如可以说 L'entretien se mal passer L'entretien se mal passer 面试进行的不好 所以这里面的mal不好是一个副词 它需要放在动词的后面 那么在复合过去时se passer里面 谁是动词呢? 就是动词 在正式听这节课的录音之前 请同学们先看两个问题 第一个 A Gue la nouvelle apprendons? Gue la nouvelle apprendons? 我们得到了什么消息? 这里是指向面试的消息 B Gue decide Lora Gue decide Lora Lora决定做什么? 好 现在我们带着问题来听录音 Gue laיי Gue laçon 好,錄音聽完了 請問回答出了上面兩個問題嗎 這個問題啊 面試有什麼消息嗎 面試的結果是這些公司不想要Lora 所以你可以回答 第二問題 Lora決定做什麼 她做了一個重大決定 就是 她想要創建自己的公司 如果你上面這兩個問題答對了呢 說明你大概聽懂了錄音的內容 如果你意思答不出來也沒有關係 那我們來一起來講解啊這篇文章的要點 Alors Ile ne veulent pas de moi Alors 是Name的意思 那用聲調啊 做成問句 問出來 就是 欸,怎麼樣? 那件事情怎麼樣? 這裡面是怎麼面試啊 Lora說 Ile ne veulent pas de moi 他們不願意 他們不願意 我 Ile指的是那些密室的人 Veule 是動詞Vouloir 想要的第三人聲複数 Moi 是眾多人稱代詞 我 問一下同學啊 Ile ne veulent pas de moi 這裡的De起什麼作用 我們來講啊 Vouloir有一個短語呢 是Vouloir de 意思是接受 所以有的和沒有的 在意義上有細微的區別 如果Vouloir作為集物動詞 Vouloir quelque chose 想要某個東西 他強調的是願望和擁有 比如說 我想要一輛新自行車 Je veux un nouveau vélo Je veux un nouveau vélo 那你強調的是願望和你這個擁有 Vouloir de 強調的是心理上的認可和接受 那老闆不顾你 就是他不認可你 不願意接受你 對吧 所以要用Vouloir de 這一點呢 在中文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但是在法语裡面是有區別的 所以請大家記住 他不接受我 他不想要我 I ne veux pas de moi 大家聽了 Tilo他分分不平啊 他說的一句什麼 Ile sont nulle Ile sont nulle Nulle這個形容詞啊 口語裡面經常用到 它的原意呢 是無 沒有 être nulle 有音性形式 要說寫L再加E 那如果我們說平局 就是0比0 對吧 誰也沒贏 叫 Unmatch nulle Unmatch nulle 那麼它引申出來一個意思呢 就是很差 很爛 很糟糕 比如說 這台電腦爛極了 這台電腦爛極了 差極了 BC啊 是英語變來的 法語啊 電腦除了可以說BC 還可以說 Ordinateur L'Ordinateur 那Nulle除了形容U呢 也可以用來形容人 好像我們錄音裡的 Ile sont nulle 他們真是太差了 他們真是太爛了 他們真是大爛人 那你還可以在Nulle後面加一個介詞 On來表示啊 你是在哪一方面比較差 比如說 Je suis nulle en Mathematique 我數學很差 我好像總是拿數學做差的例子 看來高中時候的數學 真的是沒有學好 那Nulle除了說真的差以外呢 有時候啊 還是一種比較自欠的說法 我這個方面不好的 把自己放的比較低 所以呢 你在法國啊 可以看到有一套啊 基礎系列的教育從書 它叫 La collection pour les nulles La collection啊 就是從書的意思 可是給誰學的書呢 就給很差很爛的人學的書 很聽上去不太好聽啊 或許可以叫做什麼 菜鳥自學手冊 比如說我們來看PPT上啊 大家看一下這本書 是教什麼的呢 是教你一些電腦的基礎知識 對吧 它的書名叫什麼 Le BC pour les nulles Le BC pour les nulles 那我們也可以出面複習一下 之前我們有學過 Nulle的類似說法 比如說 哎呀我就不是學什麼什麼的料 可以怎麼說呢 Je ne suis pas fait pour blablabla 就說 哎呀我聽聲就是小學不好啦 Je ne suis pas fait pour les mathématiques 你可以說我哪方面比較壯 je suis faible en mathématiques être faible 壯 她的翻譯詞 être fort 或者是 être forte Lora這個時候就開始發表評論啦 她說 Ju sais Derek Je crois que les entretiens J'en ai assez Ju sais que Derek Je crois que les entretiens J'en ai assez 你知道Derek 我覺得面試啊 我是面試夠了 assez是一個副詞啊 足夠 大家跟我一起念 assez assez 注意拼寫裡面啊 兩個雙寫的S在一起 發的是C的音 比如說 J'ai assez manger J'ai assez manger 什麼意思 我已經吃的夠多了 Elle est assez juli Elle est assez juli 什麼意思 她挺漂亮 她很漂亮 那 assez呢 後面還可以加一個D 之後就可以加上名詞 比如下面這句啊 大家看看什麼意思 J'ai assez d'argent pour bien vivre J'ai assez d'argent pour bien vivre 她有足夠多的錢 好好生活 我們現在回顧一下 一些數量詞啊 代的的 我們說只有一點啊 一點是什麼 un peu 你可以說un peu de 那例句 J'ai un peu de problème 她有點問題啊 她有點麻煩 那怎麼說 她有很多的麻煩 很多 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 很多 那我們之前還有學過啊 哎呀太多了 多的已經過分了 怎麼說 tout的 有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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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啊 我們要學到的一個短語 叫 en avoir assez de quelque chose 或者是 quelque 意思就是 受夠了某個人 受夠了某物 這裡面啊 前面有一個 en 比如說 J'en ai assez de vous J'en ai assez de vous 我受夠您了 可能是怎麼緣故呢 那這個人比較煩 這個人比較吵 然後說外的這個人呢 覺得無可忍了 他就說 J'en ai assez de vous 注意啊 這裡面有一點很有意思啊 這個句子啊 是我在字典裡面 找到的啊 你看法國人啊 他們在吵架的時候 也說的是 vous 用的是禁語啊 法語裡面 用您的場合啊 和我們中國人不太一樣 基本上 兩個人之間啊 只要不是很熟 都會用 vous 那即使是兩個人之間啊 不愉快吵架了 他們互相指責的時候 也經常會用 vous 吵架都吵得 冰冰有理的 所以 en avoir assez de 受夠了 還記得我們之前 學到的一個 哎呀好煩 煩死了 怎麼說的 J'en ai marre J'en ai marre 這兩個都是 ANCE的端語啊 大家可以合起來記 那大家可以說什麼呢 如果你不找工作的話 你是找不到工作的哦 好 找工作 用法語怎麼說 C'est du travail C'est du travail 注意 Le travail 這個詞啊 在法語裡面 很多時候是當作不可署名詞來看待的 找工作就是找活做 對吧 那他們一般找工作啊 叫 S'est du travail 不強調數量 那如果你說 哎 我找到了一份工作 你這個時候你經常會說一份工作 對吧 叫 T'uvi a travail 找到了一份工作 或者說 找到工作了 T'uvi du travail 這個時候你用 D'u travail 不強調數量 Le travail 這個詞呢 如果它用複数 那麼它的意思是相對特殊一些的 什麼時候你會看到複数的T'uvi呢 那複数的T'uvi叫T'uvi T'uvi 大家注意它的拼血啊 L'e trav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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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你看到複数的工作的時候啊 注意它的意思和單數並不太一樣 什麼時候你會看到T'uvi這個詞呢 比如說啊 看我們PPT上這什麼標誌啊 正在施工的標誌 對不對 所以工程施工 在法語裡面 叫L'e travail 所以Ot'uvi意思就是正在施工 那麼L'e travail的第二個意思呢 就是研究成果或者是作品 比如說 發表它的研究成果 叫Bibliae c'est travail 所以注意 L'e travail 勞動的複数啊 它的意思比較有限 僅限於施工或者是作品 大家再回頭來看Darek的句型啊 那我們上節課學過啊 C引導的條件 主要你從句 注意它的實態 從句實態 不能是將來時 主句可以是 那這句話也是一樣啊 Si tu ne cherche pas Sheche 現在時 Tu ne trouveras pas 你找不到工作的 T'u bras 簡單將來時 它的原型是什麼 T'uvi找到 T'uvi du travail 用an來代替du travail 那工作呢 除了說travail以外 還可以說什麼呢 我們來介紹兩個詞 一個是 l'emploi un emploi 它的意思是工作 就業 這個年輕人正在找一份工作 用法語可以說 Le jeune est à la recherche d'un emploi Le jeune est à la recherche d'un emploi 注意啊 這裡面 la recherche 是名詞的尋找 相當於動詞 chercher emploi 工作 它的句型呢 和我們中文不太一樣 我們中文說 找工作 找是一個動詞 但是在法語里面啊 你經常會碰到 être à la recherche de 的說法 它是比較文雅的說法 啊 請大家就会啊 好好看懂這個句子 接下來這個說法 這是非常地道的法語 être à la recherche 那 emploi它的意思呢 比較偏向於就業 所以啊 法國幫助人們找工作的就業中心 它就叫 pour l'emploi pour l'emploi 口語里面 你經常會聽到法國人這樣說 il a un bon boulot 欸這個家伙有個不错的工作啊 那 Laura怎麼回答 je n'ai plus envie de chercher je n'ai plus envie de créer mon entreprise 我不想再找工作了 我想創建自己的公司 我們說過啊 想 avoir envie de avoir envie de envie是慾望的意思 那 de的後面你可以加動詞原型 不定是 你也可以加名詞 這裡的句子啊 加的是動詞原型 我們來看 Laura說的第一個句子 je n'ai plus envie ne plus 是不在 是一個否定式啊 就是我不再想找工作了 它就像否定句里面的ne ba是一樣的 ne和plus是要領用 這裡面 plus代替的是ba的位置 所以ne和plus中間呢 要加動詞 然後Darek說 sa ne mitempa 我不覺得驚訝 et ne quelqu'un et ne quelqu'un 時某人驚訝 le pense de pilon dans 你很早就開始考慮這樣做了 這裡面 i代替的是什麼 à la création d'une entreprise 和前面的pensé 原意是聯繫方式 這裡面就是指一些熟人 à grace oui grace 一個地方的名字 du a raison 你說的有道理 c'est maintenant ou jamais maintenant 現在 jamais 從不 或者是永遠不 說來激勵別人的話 要麼現在做 要麼永遠就做不了了 mais Derek si je pars c'est avec toi si tu ne viens pas je reste 但是Darek 如果我要走 要和你一起走 那如果你不來呢 我就留在這兒 c'est gentile 人很好 能考慮到我 alors je viens 好吧 我來 si je peux travailler avec toi 如果我可以和你一起工作的話 bar exemple je m'occuperai de la gestion 比方說我可以做管理方面的事情 之前我們有講過啊 s'occuper de s'occuper de quelque chose 是儘管某件事情 s'occuper de quelqu'un 是照顾某人 那這裡面呢 是管事情 什麼是呢 la gestion 管理 s'emma va 好呀 我們來看啊 s'emma va這個短語啊 我們之前有學過問候說什麼s'emma s'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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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嗎 我好 這裡面是短語 s'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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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啊 我們來看啊 那b和a 意思一樣 但是他語法錯了 少了一個an c的意思是說他想要找工作 d是說他沒有錢 那麼他創建公司是為什麼原因呢 是因為他不想再面試了 答案是a 你選對了嗎 對啊 你吧 然後呢 你 你 你 最后请同学们对照科文再听一点对话 注意模仿语气 跟上语素 感谢大家的订阅 到下一次 au revoir